唯有一念话头,是当人命根。 望有缘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都能随喜订阅人间修行录频道,点赞并转发本视频。 让更多的有缘人加入修行的队伍,就是成就不可思议的法不失功德。 古德叫人参禅做功夫,先要内托身心,外移世界,一切放下,丝毫不存, 单提一则公暗话头,如赵周狗子还有佛性也无,周云无, 或万法归一一归何处,或审时念佛的是谁。 随举一则横在胸中,如金刚王宝剑,将一切思虑妄想,一起斩断, 如斩乱丝,内不容出,外不容入,把断药金,注塞咽喉,不容吐气。 如此着力,一眼去着,这提话头的毕竟是个什么? 如此下移,移来移去,移到心如墙壁一般,再不容启第二念。 才有妄想潜流,一去去见,便又极力提起话头, 在下移请,又沈又宜,将此一团恶塞之,心念不起,妄想不行时,正是得力处。 如此靠定,一切行住坐卧,动静闲忙中,咬定牙关,绝不放舍,乃至睡梦中,亦不放舍。 唯有一念话头,是当人命根,如有气死人相似。 如此下毒手撕癌,方是个参禅用功之人。 用力击触,不计日月,忽然冷灰斗暴,便是大欢喜的时节。 若悠悠任意,一暴时寒,孔中无得力时也。 山主有志向上士,当一子自免。 山主有志向上士,年轻人行事,年轻人行之人。 感谢观看